9月22日,美国亚裔社团联合总会在布鲁克林金黄庭大酒楼举行成立十周年庆典即慈善晚宴 中国驻人约总理是黄庭大使,副总理是吴小龙,乔务组组长陈冰超,约州众议员郑永家,州众议员高顿,市议员马太,法官黎昌永,以及社区人士纷纷到场祝贺 陈善庄主席致辞事表示感谢大家十年来对亚总会的支持与厚爱 让亚总会今天来到这里都是一样的词,其实这是第一条 友好社团包括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席陈伦东,美国福建会馆主席陈昭吟,美国福建桥连总会主席陈建荣,全美华人桥团联合会会长牛洪,美国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李湘梅 美国河南同乡会,美国河南总商会会长王继承,美国纽约华人联合会,繁荣布陆伦协会,美国常乐社团联盟总会,美国福建后福联合总会主席江点灵,会长江复春,美国朗旗农旗联合总会,美国福建后福联合总会林良平主席,中美文化促进会林立峰主席, 中华全国律师韩寿中心同学会,美国福建道教联合会主席陈春康等分别增送贺贬 现场并向黄平大使,周众议员郑永家,周众议员高顿,是议员马太,法官李昌永,警官李浩然颁发表扬牌贬 同时也想包括常务副主席陈怡昌,常务副主席雷怡,常务副主席高嘉顺,陈志年医生,陈海帆医生,亚裔社区顾问委员会委员王孟欣等颁发了总统义工奖,及新一届职员货颁了亚总会的委任牌匾 我们下期再见